88块钱买了一台翻译机 翻译机可能你在出国旅游的时候会用上 如果我当时在国外挑的6月里面 能够有一个翻译机的话 我可能不只只认识这么几个妹子 可能数量会更多 翻译机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 有很多需要网络 咱们这款就是一个淘汰产品 虽然它是一个全新的状态 但是只卖88 这肯定是不符合它原先的标价的 也就是被处理的产品 它的大小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稍微的大了一点点 图片感觉只有这么小 原来这么大呢 正面很简单 两个按钮应该就是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然后开关以及音量键 但是咱们这款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开机动画 一看就是安卓 过了半分钟终于进去了 说一下这个屏幕真的是槽点很多 为什么要设置成一个圆的呢 你弄一个方的细节约了成本 而且还更加适配对吧 这个圆的你还得定制 另外我还发现侧边有一个插 它是SIM卡的地方 它还可以连网滑上去 可以看到这块屏幕 它不光是小 而且分辨率非常的扎 前组的已经给我们下载好了很多软件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安卓级的系统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安卓6.0的系统 那么它到底能做什么呢 咱们看到居然有抖音 点进去之后呢 居然可以刷 你看摩放还是很顺畅的 音量也很大 但是呢就是有个问题啊 你看这个屏幕的比例啊 是一个长方形的 它有裁切 上面呢还有流空 这就是圆形的屏幕的缺点啊 咱们所有的应用啊 游戏啊 都不是为了这个原屏而设计啊 很尴尬 但是呢 我感觉它的顺畅度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哔哩哔哩 也是可以运行的呀 你看 这个横的屏幕呢 其实呢 裁切 感觉会更加多点啊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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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地方都是被裁切的 当然这两个应用呢 都是手表版本的 运行还算是顺畅 说明这款机制啊 它的一个运行能力还算是可以的 比普通的手表会更加厉害一点 那么这边按一下呢 还会出现它原先的翻译功能 好家伙 双系统嘛 那么我们来试试看啊 中文 你好你好 翻译中 China China 只翻译了个China 你好 你有点帅哦 Hello You are a little handsome Oh 它连Oh都翻译出来了 然后我说有点帅 它说a little 也就是非常鸡肋的一个翻译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诶 这个东西播放本地视频 应该也可以吧 经典MV 诶 果然是可以播放啊 那这个视频呢 是个MP4格式的 有十几兆 诶 看来它的解析能力呢 还是挺强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应用市场 手表专用的 诶 可以直接下载应用 然后还有小度小度 可以问点问题 今天天气怎么样 区中轻间小到终于转小雨 两度去八度 比昨天暖和一些 非常的好用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手电筒的应用 直接就把自己屏幕照亮了 那它到底有多亮呢 关灯试看 嗯 好像有一点点效果 那这个机制呢 也是可以自己随意安装程序的 我现在打开的是它的文件管理器 只不过这个字吧 需要咱们的放大镜才可以 哦 在最后一个 那么我呢 准备给它安装一个 i.64 安装 应用安装未成功 查了半天呢 也没有查到它的具体参数 咱们也就不关心它什么配置了 只知道它是一个2700毫安的大电池 那真的 这东西成癫癫的 其实底下这一大块 都是电池啊 OK 那么咱们来玩一下游戏吧 随便打开了一款应用 这个应该是个游戏啊 就是弹 像愤怒的小鸟一样 那其实啊 这个屏幕是可以这样子戳的 耶耶耶 哇哇哇哇 哇哇没打中 它呢 其实是可以 你看 把它放大了 也就是如果你点不住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子两指移动 移动这个 放大了之后的屏幕 但是啊 你这样操作之后呢 这个键就不能够退回了 而且有些应用呢 你就没办法了 退不出来了 只能通过重启了 所以这个机子现在的系统呢 是有点点问题的 再来玩一个植物大弹僵尸 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个屏幕呢也是同样的问题啊 咱们地关还好 如果是僵尸多的话 那就麻烦了 毕竟这个豌豆射手 我们都点不到 你看我现在就碰到的问题 就是 叫我们种一颗豌豆射手 我这样 点不到豌豆射手啊 我已经放大的情况下呢 它还是点不到 接下来呢 还是模拟咱们的老游戏 龙珠大冒险 不过还好的是 这次咱们可以连接蓝牙手柄 运行的速度感觉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可太难受了 就 少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画面吧 就我们这样子吧 配上放大镜 果然是要看得更清楚一点 格好结论呢 是运行非常顺畅 接下来呢 是PS1的游戏啊 好像也是没啥问题啊 这个是NBA2003 那这个选项呢 是完全都看不见了 好家伙 放大镜用上都没什么用啊 好难啊 接下来是PS1的模拟器 我下了非常多个啊 你看 我大概是花了半个小时 试了十几个 全部都不能够用我们的蓝牙手柄 我欺诈了 那这个呢 好像 它的按键我可能还按得到 我感觉是很顺畅的 好多次啦 我就是因为这么小的屏幕 好想砸掉它 算了 我们还直接测试PSP的游戏吧 那我选择的一个游戏是铁船 那首先来设置一下吧 把跳针给设置一下 OK 我设置了两个跳针 铁船6是一个3D游戏来的 因为这个PSP的模拟器呢 是居中的 它的裁切呢 比较的少 有一点点卡 属于是开了0.5倍的慢速啊 而且我是测试了跳针的情况下 它还是这个表现 稍微的有点不太行啊 不过它这个性能啊 你连说还和300多块钱的开源档机差不多啊 那不光是这样 其实我还装了一个全能模拟器 这个全能模拟器呢 设置了半天 因为它这个屏幕实在是太小 也没有设置成功 哎 就这样吧 那这款机子呢 虽然它这个造型比较酷啊 但是你如果拿来把玩的话 哎 还是很不舒服的 因为这个圆形的又那么小的屏幕啊 操作体验特别的差 最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虽然它能够装电话卡 但是打电话是不可以的 接电话也不行 我用我的iPhone给它打电话呢 也是显示关机 它只能够用流量 所以这个机子啊 就适合上班摸鱼的了 OK 那么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就到这里 评论点赞关注哦 拜拜